哈利玛总统强调 国人必须齐心协力应对冠病危机 并探索新的解决方案 对于各政党领导人承诺 将为国家的利益共同努力 他感到十分欣慰 哈利玛在Facebook贴文中也表示 他期待和新的团队合作 书写新加坡历史下一个篇章 面对冠病大流行造成的严重破坏 他说我国必须把重点放在经济发展方面 并相信从事创新和开发新技能的人 将能够发现新机遇